还有像西藏的天杖 他就真的是很神秘 然后黄导游好像还有朋友去看过 那不是我朋友 因为西藏天杖他也不能看 绝对你绝对绝对不能去看天杖 他们有一个传说就是说 你只要看到天杖的过程 你一定就是说会有不好像 会暴斃会怎么样 那两年前我刚好去西藏 刚刚又一直看到 有机会从山脚下看到 山顶上人家坐点 他们天杖要把人扛到 就是他们村落的附近的最高山上去 然后开始请喇嘛来做一些法事 做完之后呢 他把他放一个台子上面 然后拿刀子把肉开始割开 割开了 骨头敲碎割开 方便秃鹰吃 对然后人在离开之后方便秃鹰吃 然后他们的传说是说 如果秃鹰吃的你吃的越干净 你这个人表示你的生前做人是越好 功德越好 福报越多 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 除非你是家族的人跟辣妈以外 你是所有人都不能看 那我们上次去就 他们导游就说上次有个台湾人 就是跑去看 跑去 跑去偷看 自助旅行自己去偷看 结果当天回到饭店 就死在饭店里面 到底怎么死的 没人知道 离奇的暴毙 就离奇暴毙 周教授 我想这个篇葬我讲几个其他的说法 就是他们这个低刀割呢 是从背部割的 人是反过来 那有时候还撒香料 因为可能有些湿臭什么 那这个头怎么处理 头是用布包 用石头砸碎的 所以那个 那段就很恐怖了 那我想印度这个风俗 大概跟以前 远古时代 那个波斯的仙教 拜火教有怪 仙教它 他们认为说 人时候如果土葬 污染土地 是不好的 活葬的污染空气 喂鸟吃最好 三千年前的人 就有这种环保意识 他们的观念 因为认为说 这些老鹰 它会飞得很高 就会把它的灵魂 带到天堂去 大致是概念这样 所以它飞得越高 吃得越干净 表示呢 把它所有呢 现世所有的这些灵肉 都带到天上 带给天神 而且它就有个 很好的一个来生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观念 他们就说 有听说就是说 为什么不给人家看的原因 为什么 就是说 他怕你这个人去破坏 他这个 往生者的一个福分 那你有外人在场 突婴不会来吃 他就没办法 把这个往生者 往天上看待 所以它严格规定 你所有人都不能进来看 原来是这个道理 那他们喇嘛本身 怎么安葬呢 喇嘛本身 他们是用一种 我先补充刚才天葬 他们天葬 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 就是说 他一定是清晨 他就是 就是前天过世 他一定是清晨运上山 在天还没亮的时候 开始进行这夜一次 然后天一亮 整个仪式进行完 就是开始让突婴来吃 为什么要选这个时程 因为这个时间应该是 他们就是他们在讲 如果以科学立场上来讲 就是突婴出来最多的时候 天刚亮 他出来找食物 他出来找食物 他希望是这样 有更多的突婴可以来 所以说 他们很奇怪 他们就说 只要 那一座山头 那个村落的 那个天葬的山头 只要前一天晚上 有很多突婴在附近盘旋 过不久 那一个村落一定会有人 他们都有预感 有预感 已经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了 有饭吃了 是哦 那喇嘛 像喇嘛的话 他们是用塔 塔葬的方式 在我们去西藏 塔葬跟我们灵谷塔 是 不太一样 他们不太一样 他们没有签生前契约 他们是一个 喇嘛要那个火化 那个叫弓壁 然后突婴以后 那个有设立纸啊 或者什么留下来 然后再做一个佛塔 佛塔把它包 把它包覆住 就是一个小小的 不会 看喇嘛的层级 像我们去布达拉宫 看的那一个 从第一次的达赖 到现在第十几次的达赖 他们的是 每一个宫殿都有一个 一个塔 他就把它整个 剪掉的那些设立纸之外 其他东西 全部就供奉在 那个塔里面 包含他的一些 生前用的一些架杀 天天珠 就全部把它封在 那个塔 他的里面 那跟那个 白蛇传里面的 法海 那个雷锋塔 又是一样 好像没有关联 那个是被他 雷锋塔 被他关起来 把他压 把他压 他在下面 好了 那还有那喇嘛 他为什么还会 有转世到 那个灵童上面 不是喇嘛 是活佛 活佛 只有活佛 才会 只有活佛 他会 自己去选择 他应该要 转世 然后他们 在他们 达赖跟班禅 这两个部分 因为 他分前账后账 是两个 不同的喇嘛 在管理这个 西账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达赖马 或班禅喇嘛 去世 他们会去 转世 然后他们 有很多方式 去测验 这个小孩子 是不是这一个人 来转世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首先就是 我以前带来节目 就是 比如说 这个活佛 他生前的 法波 就是由他的头盖骨 做成的这个波 所谓的 继承一波的波 然后另外呢 包括他的 大腿骨 做的法笛 以及 还有就是像 每一个高僧喇嘛的 这边的天灵盖 下面的眉心骨 你看一个人 只有一个眉心骨 那串 这么大一串的 人骨念珠 我家里有两串 那这些都代表说 那一个人 他生前用过的灵力 那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有很多的灵童 不晓得是哪一位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策法 就是会来 让他来 好像 我们 去挑选 抓丘一样 让他来抓 哪一个 抓对 那但是要认灵童 除了就说 他们会 就是有这个感应 以外 还有一种 就是要到湖面 去丢这个青柯 斩巴 然后去看湖面 显影出来的 那个图像 那很像一种 3D动画一样 那他们 由那个图像 据传说 是可以看到 那个灵童的样子 他的村落的位置 甚至他的家庭的状况 然后由那些 再去辅助 那这些 等于说 附会在这个 藏传佛教 尤其这个灵童转世 活佛转世的 这个上面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讲法 真的 好神奇 那个青柯 丢青 刚才 他们想讲 丢青柯 在那个宏教的圣湖 我们上次去丢过 就发生过 很灵异的事情 我也有去丢过 你发生什么情况 那个是 我们就 就是 比较 白目一点 拿个黄褥包子 对 那个 哈达 哈达 然后 包青柯 白色的 对 青柯 那很青 青柯本来就很青了 然后哈达丢 然后我们想说 他们说